大家好 今天想講一宗本身不是太大公共性 但是 我認為可以講得挺學術的新聞 話說孔勝堂中學孔勝堂 以儒家為一個宗旨的辦學團體 我跟他有一定的淵源 我以往去那裡講了很多次的演講 所以我跟他們的師生是相熟的 所以這是利益申報 他出了一個新聞 話說他有一個副校長 年輕的 叫Billy Ho 何柏欣 這是男士 他在Facebook裡面貼了一首新詩 到底這首新詩是他寫的還是轉載的呢? 是很難說的 因為下面寫著名的就是名認同請轉載 其實不是很多人看到而已 都是數十人like而已 這首詩是一首打油詩 這首新詩是沒有格律的 這首新詩沒有格律 有一個傳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話說胡適和梅光迪這些書友 一起遊湖 遊湖的時候 那個年代清末文初 當然要任詩作隊 任緣隊 結果就是念古體詩、近體詩 但是胡適就接不上去了 就說不如我們作新詩吧 試試模仿英文 模仿英文去寫 英文不是很講求格律的 有一點點押韻就可以了 就是 等等這些情況 這首新詩 Billy Ho 寫這首新詩是這樣的 黑心不太好 警察也是打一份工 死了又對事情有多少幫助呢? question mark 這首詩是很長的 直打下去看 跟橫打完全不同的意思 橫打 也是非常溫和的 講道理的 直打下去看的話 就是講黑警什麼全家 一個不能少 這也是 hate speech 其實如果這樣講的話 結果牽然大波了 話說就是 有人去舉報他 有些藍絲群組去舉報他 說他這樣很黑心 不應該說這些話 結果 校董會發了聲明 四點聲明 第一 就是認為 劃清界線 說他是在他個人的Facebook裡面說的 跟本會無關 跟本校無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孔勝堂堅守政治中立 反對任何暴力和違法事件 任何暴力和違法事件 那麼這個 我也覺得 講得比較 兩邊都是能夠觸碰到的 因為 就是 示威者有違法 是不是? 但是警隊也有大規模的違法 而且包庇 譬如說拿車 開車撞向人群 事後沒有紀律處分 沒有調查 連危險架勢也沒有 扣分也沒有 停牌也沒有 更加沒有上庭等等 雙方都有違法的 但是他這麼說就是 就是 似乎就是不算非常激烈的一個聲明 那麼好了 政治中立 這是非常模糊的哲學概念 政治倫理的概念 譬如說公務員要嚴守政治中立 這個世界有沒有東西是政治中立的呢? 如果政治中立 理論上就說 各方面有人照樣說 那麼你作為一個主辦單位 或者 基本法定名公務員是要政治中立的 那麼政治中立就要兩不相幫了 任何的政治團體 說的話都不可以參與幫忙的 不可以說他們是站台的 所以就不應該存在建制派 就是幫建制派助選 林鄭月娥在那個報告裡面 蘋果蝕密報告裡面 就說 要在九月營造有利的氣氛 幫建制派是勝算的 那麼這個呢 明顯是有違政治中立的 那麼政治中立就應該讓不同人說 表達不同的意見 然後你作為一種中立的團體 你只會制定一些規則 譬如說你們有不同意見不要打架 有不同意見就不要互相衝突 那就算是政治中立了 否則這個所謂政治中立 很多時候 只不過是作為一種藉口 去打擊一些不同 你意見的一種手段而已 這是第一點 那就好了 校董會已經成立了專責小組調查 務求查明件事來龍去脈 24日起 何副校長將會停職 直至報告完成 停職調查 這裡有一個問題 先查多久 如果你查一年半載 他就要停職一年半載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交代那個時間呢? 為什麼要調查呢? 那麼好了 這裡就涉及 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一向都是不同意別人說 別人什麼什麼全家的 因為這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倫理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呢? 在自由主義 在右派的思想裡面 每一個人只需要為他個人的行為負責 所以呢 一個人就算他多黑 希特拉多黑 希特拉的外甥女也是無辜的 我之前用過這個例子 所以呢 不需要是什麼全家的 但是呢 退一步這麼說 這是一種詛咒 或者是一種宣洩 就等於說粗口 我們中國文化 喜歡說粗口也罵別人全家的 很多都是涉及Family的粗口 尤其是涉及領袖堂 母親的粗口 母親就是廣東人 北方人是奶奶的 所以呢 這個是中法制度 中法文化的一個遺產 因為中國古代 就是封建中法井田 在周朝開始已經有這種文化 所以我們中國人 不以一個人為個人為單位 我們以一個家為一個單位 所以呢 你做得好 別人就不會稱讚你的 就是稱讚你有家教 做得不好 別人就會說你沒有家教 所以呢 我們就是 孝敬孝 孝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孝道是什麼呢? 就是讓明星遣父母嘛 所以中國文化既然是以中法為單位 他罵人也是以中法為單位的 跟西方不同 西方罵人很多跟宗教有關的 譬如說Holy什麼什麼 國什麼You 這些全部都是跟宗教有關的 而 就是 廣東人 由於是香港 殖民地 傳到英國 所以呢 就是跟Marder有關的粗口 其實很多好像Catchop 茄汁 這個 Chouman Find Noodle Chouman 這些都是 由廣東人 傳入了英國的 所以現在英文裡面都普遍接受了 有什麼什麼Marder 這是受到廣東文化全球化的影響 所以呢 退一萬步這麼說 這種詛咒 詛咒 或者是一種情緒的宣洩 他不是真的在說別人 必然要這樣傳家的 正如 你是問候別人的零售堂母親 就不等於你真的想跟他發生關係的嘛 而只不過是一種情感的宣洩 所以退一萬步 我認為這種說法 他不理想 但是也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別人在Facebook 在私人的場合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學校有權去干預呢? 學校有權去介入呢? 而他不是在公開場合說的 他跟美國一些校長 或者是一些學者 公開場合說一些涉及Discrimination的事情就不同了 之前哈佛大學的校長 就是說女性做科研沒有男性那麼優勢 結果呢 別人認為是有Discrimination 或者有一些涉及到Racist的事情 說黑人 說亞裔人士 說印度人士 這些在美國也會受到一定的譴責 但是今次的性質本身不一樣 他在私人的情況下說這些說話 不過如果 從私德的角度去說 宣揚仇恨的確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我看到楊校長 孔勝堂中學的校長 楊永恆校長 我當然認識他 他接受傳媒的訪問 他說 何副校長 對於這件事情 他的解釋是這樣的 他說他不知道 第一他是轉載這首詩的 我們沒辦法肯定他是轉載還是不轉載 暫時看這個報道不知道 如果他是轉載這首詩的 而轉載這首詩 他說他不知道這首詩原來是藏頭詩 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刪除了 這個解釋 第一 你無法肯定 也無法否定 就是在法治的原則 普通法的原則 你無法肯定和無法否定 你移點利益就歸於被告了 好了 剛剛拍完片期間就看到梁振英的新聞了 梁振英的KOL 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對這件事件在社交媒體表達了他的意見 他認為不能夠接受這種說法 就是說 他不知道首詩的意思 而只不過轉載 因為他說學生不會相信 如果不解僱他的話 就不僅是鼓勵hate speech 仇恨言論 而且鼓勵說謊 梁振英這種說話 表面言之成利 實際上就是違反法治的基本原則 法治的基本原則 你不能夠肯定 不能夠入他罪 你解僱他 你無罪而問其刑 這件事是不合乎道德的 所以 也不合乎法治精神 你不能夠用理估計 常理認為 而得出這種結論 所以他跟racist 跟discrimination是不同的 那些 就可以肯定那個人說的話 是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這個意思的話 就處分他 但是在這件事件裡面 你是沒辦法肯定的 除非你要證明到這首詩 是這位Billy Ho 他原創的 否則的話 你解僱他 就絕對是赤裸裸的以言入罪 更加不是政治中立 所以不能夠單單他轉了一首詩 或者他可能轉了 或者可能寫了一首詩 而去停他職的 這就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也是涉及到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哲學的東西 但是最後我要說 說起言論自由的問題 很可悲的 話說騰訊 有一個評論網站 叫做騰訊大家 在1月27日 原來已經停止更新了 這是我看一個 在澳門大學的一個學者朋友 我不知道說他的名字對不對 應不應該說他的名字 反正我在他的Facebook裡面 看到這個消息 因為他在騰訊大家的網站上面 最後一篇文章的標題是 武廢五十天 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媒體死亡 大家都認為 知識分子 開明的 真正的知識分子 都是理解到今天中國陷入 巨大的 30年來未有的混亂 原因就是因為 過去幾年不斷收緊言論自由 而導致的後果 在一個社會沒有人敢說真話 說真話就要承受代價的 媒體是沒有監督政府的功能 因為習近平以來他就說 央視姓黨聽你指揮 媒體姓黨 一切都是中宣部控制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已死 但是結果他寫完這篇文章 連騰訊大家的網站也死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是看一百毛的 新華社有一篇文章 叫做讓人講真話 天不塔下內 我看過了 現在新華社這篇文章還在 有一些媒體也有轉載了這篇文章 他裡面說過 敢言是一種寶貴的品質 說真話 很多時候是需要一種 雖千萬人亦不枉耳的信念 雖然不迷信權威 只相信事實的品格 敢於大聲疾呼 為民請命的情懷 說完之後 在微信的版本 有一個叫做廉政法制觀察的轉載 誰知道很快之後 這個文章就涉及違規 而無法查看了 這個我相信 跟Youtube黃標事件也有關係 因為 他現在黃標也好 或者違規也好 很多都是用大數據的嘛 scan到一些大數據覺得 敏感詞 裡面涉及言論自由 涉及到 反對信任權威 涉及到這些敏感字眼 一定是刪除了 正如Youtube 一定是黃標的 有涉及到那些 近日中國流行的 那些 嚴重的社會事件問題 公共衛生事件問題 一定是黃標的 有殺錯沒有放過的 也等同在去年 台灣所有的Youtuber 說香港反修例 都是黃標的 不僅是標題 因為他的內文 其實他用幾個小時 他就可以將你字幕生成 也會黃標你的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 無可奈何 現在我應對方法其中之一 我所有片拍了出來 然後就弄黃標他 他不黃標我也自己黃標他 因為如果他不黃標的話 他幾個小時後 有機會掃到 或者被人報告到他黃標 這樣公規一季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private 了 自己弄黃標 然後 人工審查之後 就是 public 這是其中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所以有時候的視頻會慢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會將視頻 private 了 有現在三百多位網友 已經在Patreon這個收費平台裡面 每月以五元美元 你按進去就可以選五元或者更多的 sponsor 我會每天將一些以 private 的 link 先放在裡面 給大家先倒為快的 與此同時裡面還有一些我的文章 近日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 剛剛在理工大學畢業的一個女孩子 他寫文章寫得不錯 他幫我筆錄了我的演講 那麼 造成了文章 一篇文都二三千字的 相當厲害的 你有興趣可以訂閱 訂閱就可以看到的 OK 今天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請大家支持 訂閱 Like Subscribe 記得按鐘仔 拜拜